哈囉大家好,我是劉胖胖 今天這部影片我也不多說廢話 就是要來實測三星旗艦機中的頂級機種 Galaxy S21 Ultra的效能以及電力表現 這邊我們除了拿到台灣販售 也就是內建高通Snapdragon 888處理器的版本 同時也取得了內建Exynos 2100的歐洲版來進行交叉對比 另外我也知道很多網友對於中國媒體極科灣 所測試所謂S888翻車的結論有所好奇 底下胖胖也會稍微實際驗證一下 首先不免俗的還是要來複習一下S21 Ultra的規格 這次拿到的兩款都是12加256的容量版本 其餘的規格可以參考圖片內容 這邊來講一下S888跟Exynos 2100 它們除了同樣都採用5nm製程 都內建1加3加4的核心組合 包括一個Cortex-X1超大核 三個Cortex-A78大核 以及四個Cortex-A55小核 GPU的部分 S888內建高通自家的Adreno 660 Exynos 2100則是搭配ON的Mali G78 MP22 接下來我們還是要從基礎的跑分開始看 這邊兩款手機的設定都是WQHD Plus解析度 搭配最佳化更新率 也就是最高120Hz的程式動態調節 在兔兔的部分 兩款分別達到66.4萬以及65.3萬分 台版的成績大概比歐版高出1萬分 其中台版主要是在GPU性能以及UX表現勝出 歐版則是在存取的方面佔據優勢 Geekbench 5的部分 歐版的多核成績比較高 單核心的表現差異不大 OpenCL在歐版有明顯的優勢 成績高了大約60% 而在3DMark Slingshot Extreme的部分 歐版的跑分同樣也叫台版高出約500分 可見Exynos 2100裡面的這顆Mali G78 GPU 性能還算是不錯 在存取速度方面 透過Android Bench做測試 可以發現在各個項目中 歐版都有明顯的領先 這也可以對照前面安兔兔的測試結果 歐版S21 Ultra在存取方面的表現 確實更優於台版 接著我們實際進入遊戲測試 這個部分所有的完整報表 我都會放在網站 有興趣的話可以點資訊欄連結去查看 首先狂野飆車9的部分 在開啟高畫質設定後 平均幀數可以跑滿30幀 黑色SAMO M的畫質設定到機器最大 經過5分鐘的遊戲測試 兩個版本的表現也很接近 平均幀數也都在45fps上下 差不多是當前設定的上限 崩壞3在最高畫質 特效全開的狀況下 一般的關卡也可以跑滿60幀沒有問題 最後是PUBGM 兩者的實測成績也是幾乎相同 都可以穩定在40fps左右 不過台版可以支援到超高畫質 以及超高流暢度的設定 歐版則是只能開到HDR高清加超高流暢度 所以在實際的體驗上 台版的畫面表現會更好 接著就回到一開始說的 S888到底有沒有翻車呢? 為了驗證極客灣的測試 胖胖在S21 Ultra的台版以及歐版 執行光明山脈 這是極客灣在影片中用來測試性能的遊戲 那我這邊的測試方式是把所有的畫質選項開到最高 並且在同一個地點原地繞圈 極客灣的部分進行了10分鐘的遊戲 而我這邊則是進一步將時間拉長到了15分鐘 結果可以看到 首先是FPS的部分 一開始台版的表現比歐版好很多 後來隨著溫度上升 幀數也開始下降 大概5分鐘之後就和歐版差不多了 之後也沒有再往下掉 歐版的溫度這邊軟體沒有記錄到 不過台版的部分可以看到 一開始溫度大概是45度 才分半溫度就上升到了55度 不過接下來的時間就沒有什麼變化 一直在55-60度之間 大概從6分鐘開始又稍微降了一兩度 可以對照S888的三個CPU大核 確實也在4分鐘左右降低了頻率來抑制發熱 同一時間X1超大核的活動也下降了 而除了比較台版跟歐版的S21 Ultra 我也加入了Note20 Ultra來做比較 它搭載的是一顆7nm的S865處理器 遊戲設定一樣開到最高 三款手機為了統一 螢幕都是4HD Plus解析度搭配最佳化更新率 在下入Note20 Ultra之後 結果有點尷尬 可以看到Note20 Ultra的平均FPS反而還更好 達到了32.8幀 除了一開始輸給台版S21 Ultra之外 大約2分半左右就開始一路領先了 不過在CPU溫度的部分 Note20 Ultra就比S21 Ultra更高 接著透過3DMark的WireLifeStress 進行20分鐘的負債測試 Note20 Ultra的穩定度成績高達98.6% 兩款S21 Ultra則是分別在62以及63%左右 不過當然在N2跑分方面 新款的晶片還是有優勢的 兩款S21 Ultra相較之下都有6-7萬分的領先 只能說S21 Ultra的整體性能還是不差的 跟前一代機種比較起來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進步 最後來看到電力表現 S21 Ultra配備5000mAh的電池 使用PCMark工作2.0做測試 台版比U版的實測成績明顯好上一節 螢幕更新率60Hz搭配WQHD Plus解析度的設定下 台版跑出了12小時又37分的成績 歐版只有10小時又47分 開啟更新率最佳化之後 台版的成績依然在10小時以上 符合我個人的幾個標準 而歐版只剩下8小時又41分 總結來說 如果你是以玩遊戲為首要訴求的話 S21 Ultra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其實選擇Note20 Ultra也是完全OK的 除了沒有辦法同時開啟WQHD Plus和高更新率螢幕之外 多數的遊戲體驗其實也不會比較差 不過如果是以相機應用優先的話 這部影片雖然沒有實際比較 但是從我自己的使用體驗 跟綜合一些同業的意見來看 光是有那顆10倍鏡頭 可用度就上升了不少 加上這次也有針對會叉問題做改善 以及更好的夜景模式等等多個方面的升級 S21 Ultra在拍照方面 還是會比Note20 Ultra更好的 另外就是現在S21 Ultra也可以使用到S-Pen的書寫功能 所以如果給我選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以S21 Ultra為優先才對 至於台版跟歐版怎麼選呢 我個人在實測之後 還是會比較偏向S888的台版 主要是兩者的使用體驗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但是台版的電力表現比歐版更好 好了,那這次的測試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如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還可以選擇 我的胖胖,我們下次見 掰掰 然後記得如此 感受嘆一下 或許把也可以選擇 件沒有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